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今天要走的这个兄弟呢是我给他一个绰号叫做奥斯卡引力 当然就是之前了 为什么奥斯卡呢 是因为每一次就练得比较累的时候啊 他就非常夸张啊 我不行了哎呀 我要晕倒了 但是呢随着一个月的进程之后呢 现在就是还是非常爷们的啊 就是在乎在内也不讲话 反正一副微笑就是非常好 来呀 看一下最近看一下通过这一段时间训练解决什么问题啊 几个重要问题啊 姿态啊 往前伸拍啊 头领拿拍啊 对吧 我知道你这个水平在业余里面肯定算 肯定不算差的 肯定算中上的 你碰到那些球慢的人 你头领不架拍照样差的时间 那你跟我们打的时候你不架拍 你头领绝对落球 然后呢打球的姿态 对吧 打球的姿态 这个也是跟你们平时打球的时候聊 就是不管别人再差 不管别人比水太多 你打球要来打什么样子 如果我们的重心太高了 这个球的重心在这里 对吧 如果我们高的话 这个球很容易打得高 对不对 如果这个球在这里 我们重心在这里 这个球才能打得 就很简单的逻辑嘛 你要跟球在一个位置上 你才能够处理好更好更快的球的质量 这是最重要的重中之重 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打球 我也会有这种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是你比较 属于业余二的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哪个姿态问题 好 我看一下啊 我给你发几个球 看一下感觉一下你之前没进过 几个问题啊 姿态 知道吧 伸手对吧 头顶对吧 是这几个问题吧 看一下啊 解决怎么样啊 好来 来搞一个 很好很好 不错啊 来走一个 对很好 好球好球 做得好 来看看伸手 对对对对 太近了 好来伸手 很好 伸手 来连过连续连续的 来伸手 连续的连续的 来看我伸手 这片子怎么办 对 这个还可以啊 这个还可以 准备 对好球 伸手 好球伸手 真举建设到30个球吧 现在可以大概这个水平 也到个5到10拍的水平 但是 你30拍的水 30拍积极充沛的 这个能力还有差 对不对 但是我说实话 我觉得你之前给我看你那个 那个什么照片多少进来的 多少进来的 多少进来的 小说你 你一米八几 一米八 没有一米七八 一米七七 小说进 然后后来是 就因为打球 锻炼打球 然后就 现在还可以挺挺健座的 对于我们学员有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就是 每次第二天的规划都要 有一点不一样的像 有点不一样的像 有一点长远的规划 还有呢 哎呦 那就是对于我这种身体素质的人来说 开始的时候尽量情绪借记 哈哈 那就是还是要增强这个每天的这个训练比喻啊 包括每天练完之后跟教练高通 你要还是要跟进及时一点 对不对 然后下一次见面 我估计还会不会很远了 反正我们也通过羽毛去交流 然后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就是回去还是要把我跟你说的记录了 我有机会肯定还会来的 我感觉低声 你还不错 主要是自己 你自己对自己有要求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确实训练量摆在这边 你不进步也很难 好吧 那今天我们跟阿峰的这个视频 我们就拍这边 然后欢迎全国各地的球友来这里练球 OK See you 拜拜